各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华言经200问 第92问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利无碍用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利无碍用 第九 一切智利无碍用 以一切智成正觉故 菩萨摩赫萨的智慧是一切智 有包括一切智加道种智 有的地方会把这个智 一切智 把它分成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在华言经里面讲的一切智 就是佛的智慧 包括一切种智 所以呢 这边所提到的一切智 就是圆满的智慧 那这个圆满的智慧啊 可以让我们在成佛的这个位置上 看到所有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古今中外 所有一切现象的一个鬼则 那有些人他说这个智慧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展现呢 是不是他读很多书 或者是他有很多的能力 乃至于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呢 就是有各式各样左右逢源 那其实佛陀他教我们的一切智啊 他讲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都本具的 不管你是大的 小的 好的 坏的 善的 恶的 美的 丑的 男女老幼 这一些呢 都是一个片段的现象 但是不管这个片段的现象 或者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假象当中呢 人人都有圆满的这个智慧 那这个智慧要展现在方方面面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修行的法门 都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一切智 但是要懂得这个方法 否则我们就会选择自己比较相应的法门 而排斥不相应的法门 那不管是什么因缘 我们要圆满的是自己在这个世间 乃至于不管是人事物都能够没有障碍 那这个没有障碍要怎么去突破它 就第一个你就要能够看清楚 你自己的特质 你的优点 自己的缺点 所以有些人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可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特质 所以要透过在不同的事物上历练 你才会开始发现 我好像有这个方面的专长 我好像有那个方面的毛病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 都是要圆满我们的一切智 就叫做修行 所以这个地方要借由这些各式各样的生命的经验 来帮助自己看到自己的不圆满 最终最后修到圆满 所以这其实是佛法里面很特殊的地方 因为佛陀说的一切的法都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依据个人的特质来圆满自己的究竟修行 所以这其实不管是你或者是我 大家要一起共同努力 那所以菩萨呢 在这个花言经里面 他就在教导 以一切智成正觉的方法 有从实性实柱实行实回向 到实地等觉妙觉 到最后要圆满 那我们要圆满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不圆满 怎么办呢 所以呢就组成一个团队 大家都在这个不圆满当中呢 彼此之间互相来成就 互相提醒 互相的来补足 乃至于互相学习 那所以菩萨呢 在这个花言经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长 那我们知道呢 出地的菩萨 有出地的菩萨的愿力 实地的菩萨 有实地菩萨的救济 但是从出发心开始 我们就入了菩萨位 这菩萨的功能 就是当自己可以更圆满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就会得到更大的受用 当自己不圆满 那我们就要力求自心的圆满 所以这个到最后呢 就是大众都可以成正觉 那成正觉不是只有自己自私自利的成 要成就一切的圆满 那这听起来就很困难了 好像你也不知道到底怎样才叫做圆满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不圆满的 那到底是哪一个人才可以成为我们的典范呢 因此呢 佛陀在这个花言经里面呢 他所举的例子啊 都是最究竟圆满的 因此我们看起来呢 就觉得自己都达不到 譬如说佛陀讲 如果有一个人要来要你的所有 你不但要很欢喜的供养 而且呢 当你供养出去之后 你还要连自己都供养出去 就是别人把你的家全部都搬走了 把你的公司全部搬走了 你还要当他的 还要当他的这个奴隶 还要服侍他 还要帮助他 而不可以变成他的敌人 可是我们世间人啊 如果有人侵占我的权益 你就试试看 我们就开始怎样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永远就在那个地方 争斗不休 所以我们的烦恼 没有止尽 我们的力量都拿来战争 我们的所有的痛苦 都源自于自己的不甘心 我没有办法成就别人 没有办法圆满一切 没有办法牺牲自己 总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事实上呢 佛陀他讲如果你能够成就一切志 怎么样成就一切志 所有的大众都可以成佛 那他如果占你的便宜 他可以成佛 那我们就成就他 让他占便宜 那你有这样子的心量 甚至于我去地狱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愿意去听闻佛法 愿意修行 菩萨去地狱都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菩萨的这种成就一切志的心 他在哪个地方都没有障碍的 所以谁所住处恒安乐 这是因为菩萨的心 他永远都以一切志成正觉的心 在过每天的生活 不管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物 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最圆满的境界 怎么会有人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都永远这么快乐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世间的人 他都没有遇到事情 他都很不快乐 为什么会有一种状态 是遇到任何的打击 都还是这么的快乐呢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 同样的生活 你到底是要过菩萨的生活 还是要过凡复的生活呢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为什么我们会不快乐 其实到最后呢 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肯定 自己本来就是 佛的状态 自己本来就可以是圆满 而永远都要等待 别人的肯定 永远都要期待 自己做了某一些事情 得到了某一些利益 你才能够知道 原来自己是好的 那如果别人都不肯定你呢 如果你永远达不到 你要的那个要求跟目标呢 难道你就从此 就要愿天由人 愿生再到 这样子的人生 我们要这样过吗 所以呢 当我们送华严经的时候啊 其实每天都在修复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心提升到 佛的圆满的境界 时时刻刻念念 佛注释 佛陀要注释 要怎么注释 你要让自己的这一个念头 像佛一样圆满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佛 我们只是不能肯定自己是 所以我们就会让自己啊 时时就陷入一种众生的 无名的状态 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希望大众呢 我们学习的佛法 要运用它 怎么运用 每天念华严经 我就从今天的进度 今天的内容里面 选出一句 我很相应的法门 读了这么多的经 里面一定有一两句 会触动自己 这一句就终身受用 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来努力 彼此互相的鼓励 要一切智 来帮助自己 达到新的无碍 而不要用世间的权势 世间的凶恶 世间的构心斗角 来占得一时的便宜 那这个才是菩萨的心量 我们有成人之美 也有成就自己的圆满的心量 跟信心 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你会发现 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 每一个人都是让我们来学习 如何来自立又立他 自觉又觉他 我们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呢 看到成佛的可能 而不是从别人的身上 让自己产生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痛苦 那其实这些疑惑跟痛苦呢 都是至少的因为你不懂佛法 如果你懂佛法 你就知道啊 这一切众生 都来成就我们圆满一切智 希望大众呢 要用佛的观点来看待世间 而不要用众生 愚痴 烦恼 无名的观点来看待 每天就在一个痛苦的境界 今天的开示至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